大家好,我是牛仔 明天呢,我就要出发去山东了 出去这次呢,要十多天的时间 以后就可以给大家每天的更新视频了 等到下一次治疗,我再回来 上次给大家发视频的时候啊 我说我在写小说 现在呢,还没有到十万字 本身我是说等到十万字的时候 等这个平台给了我流量 我再去给大家推荐一下 但是呢,我估算了一下啊 然后我到十万字的话 我估计我还要再写上七八天左右 因为每天的话呢 我最多只能更新这个四千字 所以说呢,就不让大家再更多的等待了 我看评论区也有不少的这个粉丝啊 都要求看我的小说 也非常的谢谢你们啊,支持 所以说呢,今天就把这个小说呢 给大家公布一下 也算是给你们一个小福利吧 然后那个先赌为快 先赌为快 顺便呢,我现在写了应该有三十来张了啊 你们看完之后啊,帮我把把关啊 希望就是给我一些中肯的一些意见啊 包括后期的这个剧情 它的这个变化啊,还有就是说它的走向 你们都可以在这个发在评论区啊 看完了之后发在评论区 然后呢,然后我觉得就是你们当然要结合我那个主题啊 我那个上面有这个简介啊,结合它的这个主线 然后去走,把你们的这个建议还有想法写在这个评论区 然后呢,我会参考你们的意见啊 说不定会把你们的情节加入到里面去 那其实在这个写小说的时候啊 嗯,真的是满费脑筋章嘛 因为它要走的这一个这个主线啊 这个方向有一步 要是走串了的话 可能后边这个剧情就全部改变了 所以说有的时候考虑这个这个结构啊 还是满费劲的 啊,我现在写差不多四千字啊 我大概要用到四到五个小时的时间 啊,每一张的话呢 我基本上控制在两到三千啊 一一般就是在两千多一点吧 两千多一点的这个字体 好,废话不多说了啊 我现在给大家把这个书名公布出来 然后我会给大家一个推荐码 我的推荐码啊 你们用我这个推荐码的话呢 然后到这个里面可以领三百的这个金币啊 领完这个金币的话呢 是踏到一定的这个 这个那个金币是可以提现的 金币可以提现的 好,现在下载这个番茄小说啊 这个就是这个标识啊 咱们就可以进去了 然后在我的右下角啊 这个我的里面啊 这个这是我的笔名啊 然后填写这个邀请 填写这个邀请码 这个邀请码呢 一会我会发在这个我的动态里面啊 包括我的这个评论区 我都会置领啊 你们填写我的邀请码 进去之后直接提交 可以领三百金币 这金币的话呢 是可以提现的啊 好 完事之后呢 在这里面搜索 进化新人类 这就是我的书名啊 这个作者呢 是住木屋的肖建 这个就是我网络写作的笔名了啊 然后进去之后啊 在他的这个右下角 有一个设置 里面可以调节这个亮度啊 然后字体的这个大小号 包括日间夜间中间的啊 然后左下角的这个目录这边啊 可以看我写的这个章节啊 现在目前更新到三十一掌 有将近七万字了吧 嗯 然后呢 还可以在这个书的右上角 页面进去之后啊 有三个点 右上角的三个点 点进去之后 这边有书籍详情 在这个详情页面 点进去之后 可以看我这个里边的 这个书籍简介啊 书籍简介 然后这里边可以看我的这个书屏 当然现在还没有书屏啊 因为可能暂时还没有人看 也希望你们进去之后呢 可以帮我中肯的啊 写几个评论 这就是整体的一个步骤啊 观看步骤 那个刚才呢 就是这个观看那个 番茄小说的整体的一个步骤啊 首先先添我的这个邀请码啊 呃 这个邀请码的话呢 现在它有一个活动 马上快要过气了 所以说呢 呃 你们可以用这个邀请码进行填写 另外呀 还就是说 如果观看我这个视频的 有这个写作能力的 你们也可以啊 去在这里面创作小说 创作小说也是可以挣钱的啊 你们有什么不懂的 可以在评论区里边问我 我是有文必达 啊 好 那么今天这个视频啊 就先到这里 明天呢 我就要到山东了 咱们下期见 拜拜